说起武松 就算从没看过水浒 从小耳濡目染 也直到景阳刚打虎 最打蒋门神 斗杀西门庆这些事迹 作为原书里单人戏份 最多的戏霸 说开星月无光彩 道破江山水道流 被金圣探评为 水浒中上上等人物 乃是天神一般的存在 而在金屏梅的平行宇宙中 也有一个武松 但却怂得可以 与水浒里判若两人 不知道的 肯定是以为碰到了假武松 这头一点不同 就是胆识 热血男儿靠拳头说话 就拿斩仙英雄气概的 打虎一劫来说 水浒里武松 那是光光十八万烈酒下肚 上山遇到老虎就是干 反观金屏梅血的 吃了几碗酒 壮着胆走上钢 倒像是酒壮怂人胆的感觉 打虎之后 碰到披着虎皮的猎户 水浒里的武松 上去就准备Round 2 而金屏梅里的武松 瞬间下软 竟想着自己也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 哪还有什么豪气干云霄的样 第二点不同 战斗力 武松最大的竞争优势是啥 当然是一身剑子肉 水浒里的武松 那些英勇事迹就不多说了 单说一个武大郎死后 西门庆听说武松来寻仇 就吓得飞起来 到了金屏梅里呢 与其说是勇 不如说是莽 并且智商频频掉线 被西门庆耍得团团转 寻仇师在狮子楼误杀了自己的同事李造立 招式还特别下三滥 好汉怎么能踢当呢 第三点不同 人格 在水浒里 武松是坦荡到提头到县压自首的壮士 祭司武大郎更是做事张弛有度 粗中有戏 前后算计了当 当真是智勇双全 而到了金屏梅里 又瞬间降为低配版武松 误杀人后 在县令面前居然祈求从轻发落 说好的天不怕地不怕呢 发配后还乡 心心念念为凶报仇 不知是不是被几年流放生涯 磨灭了气感 竟然从耿之歌 一下变成了心机难 想出先骗取潘金莲 再杀他的计策 虽然潘金莲因为耐不住对武松 曾有过性幻想 真心想嫁给这个当年打虎英雄 然而下场惨绝人寰 硬是从水浒的快意恩仇变成了残忍冷血 如果说到这里 武松还可以评价成一个凡人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举动 他就是妥妥的小人了 万万没想到我 武松杀完人准备跑路 还不忘搜光了王婆家里的财物 关键是 过断抛下了自己的侄女盈儿 连点银子都没留 事想下 官府要是捉不到武松 拿银二顶碎 甩锅给弱女子 还是自己的亲人 也太不厚道了 不过作为金瓶梅中 唯一一个没有床戏的主要角色 武松还是守护好了自己的裤腰带 这一点还是值得表扬的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动力史栏目